昨天就衛福部受邀來到立法院 針對虐童案的檢討來做報告 只不過在前一天就爆發了 藍綠的肢體衝突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跟民葬立委吳思瑤 兩個人是爆發了肢體上的衝突 那麼由於這個吳思瑤 當時是站在質詢台上 那麼國民黨希望能夠質詢 也因此陳玉珍是把他給送報 希望他能夠移開質詢台 沒想到就是這個畫面 引發了後續更多的紛爭 那麼現在吳思瑤就喊了 這樣濫用暴力 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頭也很暈 但是今天國民黨立委 陳玉珍就反擊了 說有人很假的 一起來聽聽看 陳玉珍怎麼說 有人喜歡扮演這個 宮廷舉例裡頭的那個 我昨天說那個知火 立肥紅壽那個林小良 那個有人喜歡這樣很假先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只要講一句話 如果吳思瑤 吳思瑤 吳思瑤委員這麼不堪 站在那邊這個 第一個他想說為什麼沒有其他的民進黨委員來聲援他 因為大家都覺得讓衛福部長報告是何等重要大事 你不應該站主席台 蓄意的行為 這是暴力的行為 當他行使了暴力之後 居然還當下 自演 就自己演起來了 自己說吳思瑤你好假 你去演八點檔 我從頭到尾還在疼痛當中 我沒有印他半句話 我只有說 你不可以這樣 停止暴力 Don't touch me 所以是誰在演 可以看到虐童案的政治官房現在衍然成了藍綠的對決對罵 而不過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今天在立法院的另外一個焦點 無疑就是今天又是總質詢的日子了 因為上週五發生過了 這一個議事的問題讓藍綠炒翻天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立委一大早就先來準備 我們先帶你來看看目前質詢的最新狀況 我們先看到民獎立委陳秀寶 他們現在正在質詢的是 教育文化組的個人總質詢 那麼其實陳秀寶今天是11點鐘的時候 他才要來質詢 不過他一大早不到9點就來到議場做準備 有人就說是不是擔心呢 因為像上次禮拜五的事情重演 但他是笑說既然自己有時間 那就早一點到把問題給準備好 才能有最好的表現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情形